为你细说佛菩萨和高增大德的事迹 为你介绍佛教明山大村的典故 转讲人地事 上次我们说到 绿祖惠能终于在广州法胜治落法出家受巨足戒 他随即开始弘扬禅宗东山法国 但现年他就搬去曹溪宝林寺 继续讲解般若的义礼 期间有应兆州刺史委渠的邀请 到曲江城大繁治说法 他的弟子法海 还将他多年说法的内容记录下来 经过增山修定 成为后世流传的六祖法宝坛经 简称六祖坛经 五祖宏隐大师入灭之后 当年在东禅治南郎写上 新是菩提树 深如明镜台 世事勤忽识 密使夜尘埃 这首解语各位神兽上座 就一直留在中原 在京师洛阳一带说法 而且声明日躁 当六祖居于岭南曹溪宝林寺的时候 神兽大师就是荆州南面当阳山玉传寺的住持 不过他并没有因为慧能得到五祖传授医医 而心生妒忽 反而经常对取笑慧能不识字的弟子 赞叹慧能有无私自通的智慧 说自己没有办法和慧能相比 他还曾经派过门人致城 到曹溪听慧能说法 叫他自自俱俱都要记得一清二楚 然后回来对自己陈述 这两位大师在南北两地各有成就 令到禅法大行于世 所以当时的人称为南能北寿 南中慧能主张顿悟 而北中神寿就主张漸悟 到了神龙元年 即是公元705年 正月十五日 当时武则天虽然已经还政堂中中 但是仍然把持着朝政 他下召迎请神修 和五祖另一位弟子慧安 到宫中为他讲述一佛性的义礼 不过这两位大德都推迟 说五祖已经将禅宗依法 密售给南方的慧能禅师 于是武则天就派遣内侍涉奸 去到曹溪宝林寺 请慧能入宫接受供养了 六祖大师 慧安大师和神寿大师向皇上及母后娘娘极力推荐 说大师得到五祖密传依法 如果请到大师入朝供养 弘扬佛法 实在是朝廷之福 是大人过掌了 老衲年事已高 有常患风疾 请慧大人上福皇上及母后娘娘 说老衲不便离开宝林寺 老衲只愿中路山林 大师不敢勉强大师 不过大师最好都是亲自上表陈述 好 老衲虽然不懂写字 但是都可以吩咐劣徒代北 然后 努范斯大人你 带回京城 大师还有一个问题 请大师开示 请随便问 京城的禅门大德都说 欲得会道 必须坐禅集定 大师你又有什么高见呢 道是由心悟 与坐禅无关的 无所从来 亦无所许 无生无灭 才是如来清正禅 大子此行回京 主上必定长家追问 希望大师慈悲 指示深耀 好多日后广为全阳 又如一灯点白灯 明明无尽 真实的大道 是无所谓光明 黑暗 正如维摩经 说 法无有彼 无相代估 大师 光明比于智慧 黑暗比于烦恼 如果修道之人 珠烦恼 珠烦恼 而不暖 外道所说的不生不灭 是将灭止生 以生显灭 灭油不灭 生说不生 我们说的不生不灭 是本智慧 是本智无生 今亿不灭 多谢六祖大师开示 舍简回经之后 将六祖的说话 如实品告唐宗宗 和武则天 同年九月 朝廷下召家许六祖 赐赠磨纳加沙 和水晶砭 又下令 巍州刺史 修辑宝林寺 改名做 中兴寺 两年之后 再封刺六祖 在岭南新州的旧居 做国恩寺 唐裔宗太极元年 又叫做延和元年 即是公元712年 六祖命弟子 前往国恩寺 建造布恩塔 到下一年的七月 他亲自主持 布恩塔落成典礼 在八月初三 六祖对图宗 说了一首解 他说 恶恶不修善 腾腾不造恶 直直断建文 荡荡心无着 之后 他在禅房端座 到三更时分 就安然离世 六祖大师 二十四岁 得传衣缝 三十九岁出家 说法利生 三十七年 世受七十又六 不灯 二十八圈 一切